古墓壁画经过岁月侵蚀 会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陕西有效古团队就用新材料和新技术 修复一个唐代贵族墓的珍贵壁画 位于陕西渭南赴平苑一座的墓葬 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曾孙李道坚 曾经掌管当时的宗族、司法和外交等事务 由于经历多次渡墓和水浸 壁画损毁严重 修复难度大 考古团队与专家合作 研发出专门加固壁画白灰层的新型材料 我们联合了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一起来研发纳尼氢氧化钙的材料 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也是选了一些小的残块样品 进行材料的应用试验 还有材料的后续研究 也证明了这个材料在壁画的加固上 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专家有用电脑模仪复原技术填补缺失的部分 这次首阶段完成修复的壁画 由文观形象和侍女形象组成 生动反映唐代贵族的生活场景和思路风情 和体现大唐天堡的艺术风格 为唐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亦都为鼓壁画保护提供新的技术支持 无线电视记者李文一 本身的电视连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